李卓人議員 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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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聽了很多朋友意見 我想是非常重要 有一點我想大家都好說 就是非商業用途的二次創作 如何保障 是否非刑事化呢 有些朋友說 如果是容刑事化 副庇社長說 這個guidline都很清楚 不會立刻執法 所以有朋友問過執法的cord of practice是怎樣 而是沒有的 到時整個網上都是這樣 很多這些議事創作 政府怎麼執法呢 我覺得政府要交代 如果真的要立法 而我自己的傾向就是議事創作 盡量非議事化 除非找到一些副主 真是很強烈的 有些朋友說政治化 就是政治的諷刺不應該是副主 應該是一個空襲 接受別人的批評或者諷刺 而真正的副主 是否是電影或唱片公司呢 我就希望用這節時間聽聽唱片 或者電影公司的版權持有人 你覺得這些議事創作 會否影響到你的商業 或者你覺得認識化是較為適合 我希望問一下在座的 例如蓬蓬茲 你想問哪一位 例如蓬蓬茲 蓬先生 在短短說兩句 版權的全世界的保護 不是保護idea 是保護expression 當這個版權是有一個人 創作了一個expression出來之後 idea可以第三者可以做parody 但不應該用它的product來改 這個就是一直 全世界的全球版權都是這樣走的 所以我相信極之難在國際層面中 處理一些額外的位置 對於原創者的moral rights 是一定要保障的 假如有一個歌手 他的歌是被人改了 而受到其他地區的sanction 不可以再搶授過 那這是不是一個應份要做的事呢 不要緊張 但我現在知道大概版權持有人去的角度是很窄 我希望有朋友去那邊回應一下 另外一個角度看看 首先我想指出 Sorry 不 因為我方便表達 方便表達 不好意思 首先我想指出剛才馮天正說謊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看看美國1994年的岸眼 是一個一首叫做OPD Woman的歌 Peddy Girl 或Peddy Woman 他們是被另一個團體改出來諷刺之後 這首歌 他們也是美國的團體改成 是打得掉的 因為美國有fair use 我們問過這個張錦輝很多次 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引入fair use 這個公民使用 來做一個保障這方面的parlity parlity方面的創作 而張錦輝一直好像不理我們 就只是理前面的一些 拿了一個作品來收錢 收完錢都未必是給回作者的公司 那這個究竟是不是一個在立法術上 不只是和這些公司談到 談及這些公司還在明益他們呢 而是反而限制了包括原作者的權利在那裏呢 因為你將一個作品去過了一個空間 一個原作者 你不是說對他有什麼商業損失的 而且剛才余議員和何議員提到 怎樣可以保障我們強烈要求 這個好像美國那樣引入fair use 因為例如我們剛才副秘書長還在說英國 現在已經不是說英語業了 所謂 但現在我們要一個緊緊中央 中國大陸行的版本法也是參考美國fair use這一套 好像之前有一個叫胡歌很出名的人 改了張 改了那個無極那部電影 那些中國的版本官員是支持他 謝謝你的意見 好 請你坐下 我想我們 收回港大法 就是那個關於這個 我收回港大法 但我想知道一部世界神秘 剛才所講的 美國確實有這樣的案例 已經收回了 好 麻煩你胡先生 因為今天的時間就非常緊張 很感謝大家出席這個會議 我宣佈這一節實會 下一節好嗎 大家有問題 下一節 軟了嗎 同兄姊 你怎麼搞錯呀 你怎麼軟了嗎 你同兄姊 真是 你坐在地圈 不認識幾天就算了吧 這樣子 不知道 要小心 這是 冷氣 ади 你們 難児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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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